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粉蒸凤爪 这道菜肴的特点是软糯清香,啃起来特别过瘾 非常好吃下饭,而且还特别下酒哦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过程吧 首先把鸡爪的指甲剪掉或者剁掉 接着把鸡爪剁成上下两块 然后像我这样把鸡爪一分为二 这样是为了鸡爪更好的腌制入味 准备适量生姜,先切适量姜片备用 接着再切适量姜末备用 多准备一点蒜头,拍碎切末备用 蒜末需要分两次用,所以多切一点 小米辣切圈备用 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 准备几颗小葱切成葱花备用 锅中冷水下入鸡角 放入葱节 放入姜片去腥 倒入适量料酒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把鸡角中的血沫煮出来后,捞出备用 鸡角 鸡角捞出后用清水多冲洗几遍 冲洗掉鸡角表面上的浮沫 这种浮沫是非常脏的,所以一定要冲洗干净 接下来开始腌制鸡角 放入姜末和一半的蒜末 2克左右食盐 5克左右白糖 4小勺生抽 蚝油 蚝油一勺 放入两大勺老干妈豆豉辣椒酱 要把老干妈豆豉辣椒酱里的辣椒油也多放些 接着用手抓拌均匀 多抓拌一会 然后腌制10分钟 让鸡角充分入味 腌制好后 鸡角中放入两勺蒸肉米粉 然后用手继续抓拌均匀 让每一个鸡角都裹上一层薄薄的米粉 蒸肉粉不要放太多 一小把就够了 准备一个空碗 碗底涂抹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把鸡角像我这样交叉摆放在碗底 这样做出来的鸡角不仅好吃 造型也非常好看 最后把剩下的鸡角全部放在碗中间 别忘了把腌制鸡角的酱汁也倒入碗中 把鸡角放入蒸锅中 上汽后开始计时20分钟即可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取出鸡角 鸡角上面扣一个盘子 然后把盘子翻过来 现在这个造型很漂亮吧 然后把蒜末 小米辣和葱花撒在上面 最后淋入滚烫的热油激发出葱蒜的香气 现在我们这道又软又糯的粉蒸凤爪就做好了 清香入味 软糯脱骨 下饭又下酒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哦 好了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